近年来 海南日益提升的营商环境和逐渐完善的政策体系 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创业安家 他们利用海南的发展优势 将国外的先进技术 经验与市场融合创新 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今天 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位中文名字叫阿凯的德国朋友 在海南创业的故事 刚跨入2021年 已在海南创业5年的德国人阿凯和他的中国妻子杨爱伟 就在定安塔岭工业园区投资6000万元 盖起了新的德国香肠加工厂房 和之前租赁的小厂房相比 产能将从20吨扩大到200吨 增长了10倍 年营业额也将从千万级别跨进1元 新工厂预计今年10月投产 在目前咱们海南自贸港政策下 我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因此我们也在扩大厂房建设 以其有更好的发展机遇 2015年 海南生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批权限下放到各个市县 阿凯和妻子看准机会 在定安购置了厂房 引进德国技术和先进设备 将优质的定安黑猪肉加工成德国风味香肠 短短5年 德国加工技术加定安黑猪 让他们的产品从岛内卖到了全国 电商销售也很火爆 年营业额达到1000万 2004年定居海南以来 阿凯和妻子见证了海南的快速发展 伴随着自贸港政策的利好 夫妻俩对未来充满期待 今年 定安塔岭工业园区 将沿文林高速扩大园区规模 打造区域新兴产业协同创新发展集聚地 为此 阿凯的新工厂加入外国人创业孵化功能 他说 海南开放包容的环境 是他创业灵感的来源 希望帮助更多的外国朋友 在海南实现创业梦想 随着我们工厂的发展越来越稳定 必然也会影响到其他外国人 让他们更有信心来海南投资 做事